大家好,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下 如何将你上传的文档与要求清单进行一个匹配 首先我们点击一下你要处理的技术文件 来到Document这一版 点击你所处理的文档 上面有一个Match IT的绿色的Button 点击它就可以快速的帮你搜索出 你文件里面的信息跟要求清单的信息匹配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的N2-1-2-3 可供你选择 值得提醒的是 Match IT的功能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帮你快速的搜索到相应的信息 但是关于这些文件 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证书报告 它所出具实验室的资质 证书报告本身的真假 还有里面的结果是Fail或者是Pass 以及等等一些需要关注的点 都需要你自己去核查 当核查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将它进行一个Link 蓝色的就表示说 你这个要求还需要更多的文件去匹配 绿色就表示该文件与相关的要求可以达到100%的匹配满足 那么蓝色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 备注一下为什么是蓝色的原因 那么比方说这是一个group file里面有两三个产品 但是现在只提供了一款产品的图片 那么这个时候我还需要继续上传另外两款产品的图片才能够让这个图片这个要求变成绿色 比如说我们还需要modea跟b的图片 点击save 这样就将当前的文档与要求进行了一个匹配 有时候有些文件它是属于照片格式的 没有办法去读取里面的数据 这样我们的系统也没办法去对它经营一个推荐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手动去处理 点击show 然后罗列出所有的要求清单 核查文件之后 我们去选择它所适合的要求清单 最后点击link 我们来到requirements这一版看一下刚才匹配的情况 我们看到50419现在是绿色 en71-1-2-3是蓝色里面的备注非常清晰的罗列在这里 在requirements版面我们也是可以去link document 什么样的情况下 更适合在requirements版面去link document呢 比方说供应商上传了一堆的component report 比方说lose我们点击一下link to documents 我们假设这些全部都是lose的component report 我们就可以勾选它 点击save and fulfill 这样lose的要求就会变绿 这样lose的要求就会变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